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呢,星星继续给大家带来电子梦的第七集 父子之间 这集的故事是一个类似寄生兽的故事 可怕的外星袍子降临地球,开始疯狂吞噬人类 那么人类是否能避过这场浩劫呢?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片 这部影片呢,以男主角小雀般的倒序形式展开 在小雀般的记忆中,父亲是个亦夫亦友的角色 为支持他的棒球爱好 父亲会在出差期间特地提前回来 参加他的棒球比赛,为他喝彩加油 但是呢,两父子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就要从三天前说起 三天前的晚上,父亲带着小雀般来到野外露营 就在两人家入睡之时,天上却下起了流星雨 成片的运石点亮了漆黑的夜空 看到父子两人十分震撼 但是呢,不祥的征兆很快就随之而来 小雀般在路过加油站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光头的猎路人 猎路人眼神中释放出阵阵寒意,十分可怖 小雀般和父亲到家之后 母亲便把父亲拉到一旁 还问他是否跟人家讲清了离婚的事情 父亲显然是难以启齿 他害怕两人的离婚会给儿子带来伤害 折中之后,他决定自己搬去车库里住 这样起码能在表面上维持住家庭关系 就在两人商量的时候 窗外去传来一动 父亲来到院子外头 发现是邻居家走掉的牧羊犬在那里骚动 更为诡异的是,天上依然飘落着流星雨 这显然不是什么正常的天气 第二天,小雀般去学校上课 却发现很多同学没来 熟悉的客人老师也和平常不太一样 有些魂不守舍 回家之后 小雀般第一时间查看完棒球联赛的信息 结果是,他成功入选了当年的全明星阵容 小雀般兴奋的想将这个消息分享给父亲 他来到楼下车库 却目睹了惊人的一幕 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神秘人 正在吞噬父亲 小雀般打算将看到的景象告诉母亲 然而父亲却在此时走了进来 不知所措的小雀般战战兢兢的来到餐桌旁 父亲人和往常一般叹笑风生 但是很快 小雀般就在父亲面孔底下 发现了蠕动的未知生物 他顾不上吃饭 静止跑回了房间 父亲上楼询问状况 让他打开房门 幸好一旁的母亲让父亲给孩子一点空间 小雀般才暂时避开了父亲 父亲一走 小雀般就从窗户逃出了房间 他来到车库这边 想要弄清事情的真相 然而屋内的父亲却发现了他的举动 小雀般见父亲赶了过来 只好逃离现场 来到了好友家中 他向好友讲述了他见到的这些怪事 然而好友却觉得 那只是小雀般的幻想 小雀般仍不死心 他回到家中 堵上了房间大门 接着便开始上网搜索相关信息 最后发现 他的经历并不是个案 很多网友都反映 他们身边的人出现了异常 与此同时 小雀般还发现 父亲和周围的邻居 似乎在进行某种秘密集会 第二天一大早 小雀般就请求母亲送自己去上学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母亲只好答应了这一请求 上车之后 小雀般向母亲讲明了情况 他早就知道父母之间离婚的事情 但是现在 他和母亲必须搬走 因为父亲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父亲 真正的父亲 已经被外星人吞噬了 母亲听完小雀般这番言论 却觉得他只是陷入了某种恐慌之中 小雀般来到教室 发现缺客的同学更多了 教室不远处的楼顶上 老师助力在那里 想要自询短见 警方派出谈判专家 试图挽救老师 然而老师却说 他想找回真正的妻子 说完就跳了下去 这场变故之后 学校发布了放学的紧急通知 父亲过来接小雀般回家 不过呢 小雀般却自己偷偷溜了回来 他砸开车库的门锁 很快就注意到 角落出的铁箱 小雀般打开铁箱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父亲的脸 此时 父亲也赶了过来 父亲并没有为难他 而是带他来到了棒球场 在那里 父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其实是随着隐石 降落到地球的宇宙生物 这种宇宙生物 能够通过吞噬人类 来获取对方的知识 他一边说着 还一边劝说小雀般 加入他们的阵营 小雀般没有理会这个冒牌父亲 他跑到街上向警察求助 说自己的父亲已经被外星人控制 然而对方却好像认识他一样 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小雀般意识到警察 可能已经被外星人控制 机智地逃离了现场 他独自跑到车站 铁鬼对面正站着一对父子 父亲显然也已经被外星人控制 儿子嘴中向他默念着救救我 无助的小雀般来到好友家中 请他们帮自己一起寻找真相 然而 当他们再次来到铁桶这里时 桶中却已经空无一物 三人来到垃圾场 竟然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尸体 发现真相的三人来到小雀般家中 打算救出还被蒙在鼓里的母亲 三人在车库中布好陷阱 接着小雀般故意来到窗外 向父亲挑衅 父亲果然上了道 他随着小雀般来到了车库这里 没想到的是 三人设计的陷阱出了差错 父亲并未中招 小雀般见陷阱失效 只好逃了出去 一路狂奔之后 小雀般逃到了一片树林之中 此时他惊讶地发现 树林中布满了虫卵一样的生物 这些超大的虫卵里头 在小雀般惊恐之时 父亲也赶了过来 他发动特殊能力 打算吞噬掉小雀般 不过呢 另外的两名小伙伴也及时赶了过来 他们开动汽车 撞死了这个冒牌父亲 父亲倒下之后 一只虫子从他嘴中钻了出来 但他的好友一脚踩死了外星虫子 之后三人便倒下汽油 烧尽了树林中的所有虫乱 影片最后小雀般回到了家中 他记下了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还在网络上号召大家 要和外星人抗争到底 这部影片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原著小说 父亲怪 是迪克短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一篇 影片大致沿用了原著的框架 都是讲述了男孩发现自己父亲 被外星虫子控制 然后和小伙伴一起干掉虫子的故事 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主要寓意应该在于 儿童对于成人世界的反抗 对孩子们来说 成人的世界确实是一个肮脏而恐怖的世界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爱你的星星 要请点赞关注评论后 陪你一起消灭外星虫子哦